欢迎使用TP-4282 四进八出数字音频处理器。 本视频将分部分详细讲解该产品的功能与使用方法。 讲解内容与时间进度如下所示。 可点击进度条直接跳转到对应部分。 一般的音响系统可分为如下几个部分。 分别为 音源设备 调音台 音频处理器 功放 音响 其中,TP-4282 承担音频处理工作。 本产品可以连接电脑通过软件来进行参数设置。 也可直接在产品面板上使用实体按键进行参数设置。 第一种方法操作简便直观,推荐使用。 本视频也将首先详细介绍第一种方法。 第一步 双击打开软件,进入主界面。 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软件界面的分区。 这里是菜单栏。 这是设备列表,显示和管理各个设备。 这里是模块按钮,包含软件的各个主要功能。 此处是模块功能界面,显示每个模块的具体功能。 此处是输入输出通道列表。 此处显示电脑IP地址。 接下来我们将详细讲解各个区块的具体功能。 首先我们来介绍设备列表。 扫描按钮。 点击扫描按钮后,直接扫描当前设置的连接模式的所有设备,并弹出扫描进度框。 设置按钮。 点击弹出端口连接窗口。 用户可根据工作模式选择对应的连接方式,可以使用COM连接、USB连接和TCP网线连接。 本处理器调试时,支持USB与TCP网线两种连接方式。 连条。 点击后弹出组网连条窗口,可实现同时设置多个设备参数的功能。 左边框选择需要同时设置的设备,点击右箭头到中间的同步分组中,在右边框设置同步的参数,最后点击确定即生效。 下方的设备显示连接的设备与连接状态,设备连接成功时,此处会变为绿色。 这三个按钮分别代表设备静音、刷新、删除设备。 这里显示的是处理器的IP地址,然后是菜单栏。 点击文件按钮,下拉菜单中。 新建。 在未连接设备时可在此建立每一款设备的模型。 虚拟设备。 可增加一台虚拟设备,该设备不会对现有设备有影响。 打开。 从电脑磁盘上打开一个已有预设程序。 保存。 将当前预设程序保存于电脑磁盘中。 另存为。 将当前预设程序另存为一份文件。 设备按钮的下拉菜单。 设备管理。 用于查看或修改设备上下机位软件信息、设备名称及设备、IP地址等。 通道名称。 设置每个输入输出通道的名称。 通道拷贝。 用于拷贝相同类型通道的参数。 连接按钮的下拉菜单。 连接端口。 瓷窗口与扫描列表中的设置按钮功能一致,在此不再赘述。 连接设备。 连接并下载设备参数。 断开设备。 断开选择的已连接设备。 连接所有设备。 连接并下载设备列表中所有设备的设备参数。 断开所有设备。 断开设备列表中的所有已连接的设备。 存档按钮的下拉菜单。 左边为设备的存档列表。 右边保存到设备按钮。 将选择存档的所有参数保存到机器存档。 从设备调用。 将机器存档中已有的存档调用到软件。 删除。 删除已有的存档。 默认档不能删除和覆盖。 清除。 清除机器里的所有文档。 设为开机档。 将选择的存档设为开机档。 之后每次通电开机,设备将自动调用该存档参数。 从电脑调用。 将电脑的单个存档文件导入。 保存到电脑。 将当前状态的所有参数导出到电脑中。 生成单个存档文件。 导入存档包。 将电脑多个存档包文件导入。 导出存档包。 将机器存档内多个存档。 打包成一个存档包。 导出到电脑中。 生成存档包文件。 系统按钮的下拉菜单。 语言。 切换其他语言。 关于。 显示当前上机位设备版本信息。 固件升级。 对设备的固件进行升级。 模块按钮与模块功能界面。 上面部分为模块按钮。 下面部分显示的是选中模块的功能界面。 双击模块按钮可显示或隐藏模块的功能界面。 可同时显示多个模块功能界面。 也可点击拖动。 此界面为软件的重点操作界面。 其详细功能我们将在之后重点讲解。 此处为输入输出通道列表。 可显示出各通道电瓶、增益、输入模式、通道名称等信息。 控制对应通道增益。 DSP功能总开关。 可以打开输入输出通道分组连条功能。 实现更强大的操作便利性。 电脑IP地址。 当软件打开时,则会自动获取当前电脑系统以生效的网络适配器对应网络连接的IP地址。 方便管理设备IP地址。 现在我们来讲解软件的重点部分,及模块功能界面的详细介绍。 此为主界面模块按钮。 双击开启时将显示处理器的连接线路图。 我们将在讲解完所有模块按钮后再做解释。 双击输入模块,进入通道输入模块功能界面。 此处可调整输入信号的急性。 静音该通道。 此处显示的是通道的输入类型为模拟输入。 也可选择输入测试信号。 点击设置,弹出测试信号窗口。 输入通道A,切换到测试信号。 点击勾按钮选择测试信号的类型。 点击开关,变为绿色,此处可调整信号增益。 在输入通道触点击其他通道,可以对对应通道进行相同设置。 双击输入通道均衡器模块按钮,进入输入均衡器模块功能界面。 此处点击会选中需要设置的通道。 不同通道的EQ曲线用对应颜色进行区分。 勾选,可同时显示多个EQ曲线。 点击可显示或隐藏当前通道的向位曲线。 显示或隐藏所有均衡控制点。 全旁通。 同时开始或关闭当前通道的所有均衡器EQ。 EQ存档。 点击弹出EQ存档窗口,可将当前的均衡器设置参数保存到电脑中和调取覆盖现有的均衡器参数。 复制。 复制当前均衡器参数值可粘贴到其他输入通道中。 粘贴。 与复制按钮组合使用,可粘贴复制功能所复制的均衡器参数值到当前通道中。 重置。 重置均衡器参数为默认参数值。 此为EQ曲线图表,用于控制和显示当前通道EQ曲线。 图表中的对应多段空点可用鼠标点击上下左右拖动来调整EQ曲线。 EQ曲线图表下方,显示出所有的EQ空间及其详细数值,可用于定位空间的位置。 结合下方的EQ参数调节下,可以精确控制EQ的开关、类型、频率、Q值、增益等参数。 双击输入通道延迟模块,进入输入通道延迟模块功能界面。 此处可切换延时的单位、英尺、厘米、毫秒。 此处可控制对应通道的延时开启与关闭、重置。 最上方的按钮控制所有通道的开启或关闭、重置。 这里可以设置对应通道的延迟数值。 双击矩阵混音模块按钮,进入矩阵混音模块功能界面。 此处为通道输入端。 此处为通道输出端。 此处为通道节点。 单击为选中,双击可打开或关闭节点。 这里用于调节节点的信号增益。 重置为默认连接与清除所有连接。 此时矩阵混音代表的连接为。 A通道输入的信号,经过节点,从1和5通道输出。 B通道输入的信号,经过节点,从2和6通道输出。 其他通道的情况类似。 双击输出通道均衡器模块按钮,进入输出通道均衡器功能界面。 此界面与前面讲过的输入通道均衡器界面相比,多了左右下角的高、低通部分,可以控制其开关、频率与类型。 除此之外,其余功能一致,在此不再赘述。 双击输出通道延时模块按钮,进入输出通道的延时功能界面。 此界面与前面讲到的输入通道延时模块一致,因此也不再赘述。 双击压缩器模块按钮,进入压缩器功能界面。 点击开启可打开压缩器。 双击线扶器模块按钮,进入线扶器功能界面。 点击开启可打开线扶器。 双击输出通道按钮,进入输出通道功能界面。 与输入功能界面类似,此处可调节通道的急性、静音与增益。 可切换不同通道,对对应通道进行设置。 此处显示的是对应通道的名称。 这里显示通道的输入信号类型。 显示信号增益数值。 M图标的按钮为静音,开启静音时显示红色。 加号图标为急性,可在正负间切换。 E图标的按钮为均衡器,开启时显示绿色。 D图标的按钮为延时,开启时显示绿色。 此处是通道连条按钮,单击数字可将通道编为对应编组。 相同编组的通道可实现连条功能。 此处为输入通道的总控界面,分别总控输入通道的静音、急性、均衡器、延时以及打开连条界面。 类似的。 这边即是输出通道的部分,其功能与输入通道一样,但是分别多了压缩器与线扶器的部分。 最后,我们回到主界面。 在详细了解了各个模块之后,我们就可以理解主界面的连接图了。 此连接方式仅做教学示例,不具有实际参考价值。 输入通道A,经过输入EQ调整与300毫秒的延时,经过矩阵混音,分为两路。 经过全旁通的输出EQ调整,为开启延时,再经过压缩器与线扶器,从1、2通道输出。 其他通道的情况类似,信号分别由输入通道进入,经过各类效果器和矩阵混音后,从对应的输出通道输出。 经过10分钟的学习,我们已经初步掌握了该软件的基本功能。 接下来,我们将通过一个实操流程录屏,来加深对软件工作流程的理解。